另外这起火警我们看到呢实在非常严重 这是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就是继七月份呢六青的大火之后 台塑南亚厂我们看到在昨天也惨遭注容 两次大火都是发生在礼拜天 那么这一把火呢2000平的厂房是复制一具 而且从白天烧到深夜 我们看到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 但是浓烟还是笼罩方圆十多公里 包括云林县嘉义县甚至都因此下起了黑雨了 好在这起火警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那么嘉义县政府呢 他们是依照了空污法规定要开出100万元的罚单 同时勒令出示厂房即日开始就要停工了 那么台塑企业代表呢也表示 这个抱歉那么两度口头鞠躬道歉 1000平方公尺的厂房 红色火焰和白色浓烟不断往上窜 陷入一片火海照亮黑压压的天空 台塑南亚厂堆满毅燃的珠光纸火势猛烈 已经烧了15个小时 终于在晚间10点半左右控制火势 县市政府的这个化灾车 射程只有2、30米不够长 那我们希望在12点以前能够把这些 把长火处理完毕 县长张花冠也打电话给内政部长 请民航局和国防部支援 分别从高雄台南和台中 吊派4辆50米长射型的泡沫车救援 加上稍早云嘉南各地消防队支援 总共出动39辆消防车及2架直升机 空中洒水灌救 从厂房冒出的浓烟像条黑龙盘踞空中 大老远就能看见 晚间还有附近居民受不了刺鼻臭味 包围厂房 越说越生气 里长带头冲撞爆发激烈冲突 熊熊烈焰烧毁上亿厂房 也烧出民众心中怒火 深夜12点多火势完全扑灭 居民要求比照排速67模式赔偿 否则不排除抗争 中天新闻汪崇文梁家文高梦荣 SNG小组嘉义采访报道